大家好,我是叶子 每天用简单的食材分享好吃的家常菜做法 白菜豆腐是我们最常见的食材 怎么做才更加的入味而且鲜香呢? 今天咱们就来分享家常白菜豆腐的做法 首先我们准备一块老一点的豆腐 把它切成大约一寸宽的长条 再把它改刀切成薄厚均匀的小片 切好的豆腐先装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再准备一把洗净的白菜 白菜板比较厚实 我们可以从中间给它一分为二 再把它直接切成小块 白菜叶直接把它改刀切成大块就可以了 切好的白菜 白菜板和叶子分开放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我们稍微准备多一点的大蒜 直接把它拍着松散 然后再切成蒜末 蒜末可以切得碎一点 这样更香 切好后装入盘中备用 这道菜虽然是素菜 也需要添加适量的生姜 炒白菜加入适量的生姜 可以让它的口感更加的鲜香 把生姜切成小片装入盘中备用 再准备一根大葱 直接把它切成葱圈 切好后和大蒜、生姜放一起备用 这就是我们今天所有的食材 非常的简单而且家常 接下来我们先把锅烧热 然后再加入少许的油 油热后把锅的四周先给它润一下 然后在锅中撒入少许的食用盐 这样我们在煎制豆腐的过程中就不容易粘锅 接下来把切好的豆腐块逐个放入锅中进行煎制 在煎豆腐的时候要用中小火来制作 这样可以让它受热均匀 在煎制的时候可以来回晃动锅 这样可以让豆腐煎出来的颜色比较一致 把豆腐的表面煎制到微微有蓬松的状态 然后翻到另一面继续煎制 这个时候可以看到煎出来的豆腐颜色刚刚好 油淡淡的金黄不会过于焦糊 把豆腐的两面都煎制到这种蛋黄的状态 然后在锅中先给它进行煸炒 在这个过程中先加入适量的盐让它入味 因为白菜吸收的盐量比较少 所以提前先把豆腐炒至入味 煎好的豆腐先把它盛出来放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锅烧热加入适量的油 再加入适量的干辣椒在锅中给它呛出香味 如果不吃辣椒这里也可以不用添加 把干辣椒炒至到焦黄酥脆的状态 然后加入葱姜蒜末 把食材在锅中充分地煸炒出香味后 先在锅中加入不太容易成熟的白菜板 炒白菜板的时候用大火快速地把它翻炒至断生 让炒出来的白菜不容易出水而且很香 白菜板炒至微微变软 然后把白菜叶也一起倒入锅中进行煸炒 炒制的过程中加入适量的盐和鸡精进行调味 用大火快速地翻炒把白菜炒至入味 然后再把煎好的豆腐块也一起倒入锅中进行煸炒 把食材炒匀后再加入少许的蚝油提鲜 这道菜中我们不需要过多的调味料 保持食材的本味 在炒制的过程中可以从锅边淋入少许的清水增加锅气 这样可以让食材的表面更加的湿润鲜亮 把食材充分地炒鱼入味 然后就可以出锅装盘了 这样一道非常简单又营养的白菜炒豆腐 我们就做好了 白菜豆腐这样做少油健康 而且清淡又营养 喜欢的朋友可以在家试试这种做法 我是叶子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请点赞关注哦 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见